如果在聖誕節之前都很想買來送給朋友 或者是自己想放在家裏做聖誕的裝飾 要趁快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e 聖誕快樂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個聖誕的香薰插座 終於到了 我覺得他們很有誠意 因為其實一直訂了他們這麼久 看到他們的照片已經很漂亮 他們說自己是English Pear的味道 都很想知道真身是怎樣的 兩個真的不同的風格 先說味道 兩個味道我們只是加入English Pear 那種味道是很自然的 但我想說這隻聖誕樹簡約 但它用木材去做索水 索了一些香薰之後 它加了一些木味 我覺得它反而多了一點木味 有一點酸酸的味 你知道我喜歡木味 所以這個味道很討厭 簡約放在家裏 過了聖誕節都仍然覺得它會很漂亮 這個就浮誇了 但不要說笑是漂亮的 這集是永生花來的 永生花是真的花來的 然後這個松果 這是用來做裝飾 它最主要擴香的 都會用這些竹枝 用這些竹枝去擴香 但它的味道也是English Pear的味道 是清新 是很有聖誕氣氛的味道 所以很想告訴大家 如果 我們還有一點點 因為剛剛到了 如果在聖誕節之前 都很想買來送給朋友 或是自己想放在家裏做聖誕的裝飾 要趁快 我們寄不及貨 怕我們聖誕節 下星期便已經平安夜了 這款聖誕節給大家的Cocodaw Cocodaw 聖誕限量版 香薰竹枝 是甜的 有一點甜的味道 很清新的 很清新的 而且它的造型很特別 我平時在辦公室 放開的香薰竹枝 這個我在Donkey買的 都幾十元 不知是多少錢 即是一百元 它的味道很快揮發 其實已經沒有了 這些簡約版 我們在聖誕節便不可以了 平時便可以 但聖誕節 無論如何都要用這麼漂亮的東西 去裝飾我們家裏 增添我們現在 不能慶祝聖誕的慶聖誕氣氛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